周星驰作为影坛喜剧之王 他对电影细节的把控可谓是相当严格 拍摄期间现场改戏 让演员NG几十遍 甚至上百遍都是常有的事 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惊异求精 导致一些演员因受不了星野 与他撕破脸皮 好不容易建立一个信心出来拍电视剧 可能被他又打垮了 所以我可能真的不敢再跟他拍戏 酒瓶之马观中 吴启华饰演的壮师方唐靖 阴险嚣张 伶牙俐齿 一张铁嘴 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常常把支线包龙星对得牙扣无言 而也正是拍支部戏时 吴启华备受煎熬 因为他饰演的是一位壮师 也就意味着台词有很多 而且还要一口气念完 比如说一强是有四五阶级 全都是你讲的 我讲十分钟以后 我讲两个字 我还要讲的很快 作为专业演员的吴启华 自然会在开拍前 把台词全都背好 可当吴启华准备就绪后 周星驰又突发奇想 临时改了新的剧本 于是拍摄当天 周星驰把新剧本 拿给吴启华 让他重新背 这也让吴启华十分崩溃 自己辛辛苦苦 背下的台词 转眼间就被周星驰 改得面目全非 没办法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吴启华只能重新背着 大段台词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背完之后 导演到了 导演一看 哎呀不行改 我就好重新背 背完之后 新爷才到 新爷不都这样 你就好重新背 也正是周星驰的这一改动 才会让吴启华 饰演的方唐静 深入人心 除了吴启华 怨穷丹也是被逼得苦不堪言 片中怨穷丹饰演的老宝 是个吵架高手 在他拿到剧本时 怨穷丹就发现 台词很多 而且都是一些拗口的字眼 不过这些都没难倒怨穷丹 他用了几天时间 把台词熟记于心 但到了片场之后 周星驰就告诉他 剧本有改动 并且要以绕口令的形式 说台词 爱于语速要快 和台词多的缘故 导致怨穷丹的表情 和肢体动作 都达不到周星驰满意 因此NG了几十次 而整个剧组 都在等他这场戏 拍完收工 这时周星驰想出一个办法 让怨穷丹念数字 来代替台词 后期再去配音 说了说了说不到 他又用导音说 王星导演 各位 被人质疑 专业能力的怨穷丹 备受打击 他哭着对周星驰说 再给一次机会 最后怨穷丹整理好情绪 借一口气 将台词顺利说完了 不得不说 星爷这激将法 是真的挺好用 国产007最经典的一幕 莫过于枪决的场面了 原剧本中 星长只是对007进行枪决 在拍摄过程中 周星驰觉得这样过于单调 于是临时叫停 琢磨两天 给这场戏增加了三组人物 第一组是文盲 第二组是关二代 第三组是铁腿水上飘 由于是临时改戏 演员们都没做好十组的准备 以至于拍摄时状况不断 尤其是关二代这组 梁四号的哭戏 始终让星爷不满意 反复恩机 梁四号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询问星爷该怎么演 没想到周星驰直接来了剧 你死过老爸没 最终拍第十七遍的时候 梁四号的表演潜力 被激发出来了 一开始梁四号以为 是自己演技不过关 后来才知道 其实后面的16次拍摄 周星驰根本没让开机 最后用的还是第一次的版本 梁四号认为这是在故意针对他 从此便记恨周星驰 并多次公开表示 我将来做乞丐 也不会拍周星驰的电影 然而十几年后 梁四号参加一档电台节目 才发现错怪了周星驰 经主持人透露 其实周星驰当天不是故意为难他 而是在整鼓旁边的邓兆尊 他当天想整鼓 他想针对的对象 是你旁边的那位 邓兆尊是香港有名的公子哥 家里有钱 根本没受过苦 而周星驰又喜欢演员从第一座起 所以便借此整鼓一下邓兆尊 大把钱没什么挨过 我让你受一下 其实他是想整你旁边的国 就不是想尊攻你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得知真相的梁四号恍然大悟 并坦言周星驰拍时辰时 还曾找他 出演朱文君饰演的弃者角色 但当时自己还在弃头上 就果断拒绝了新爷 这样一想 如果周星驰不待见梁四号 还怎么会再找他合作 虽然周星驰的做法 很多演员都会对此有一定怨言 但就如吴启华所说 经过周星驰修改过后的版本 确实比原版还要好 而为了呈现出更真实的效果 周星驰也经常鼓励演员自由发挥 当初在拍唐伯虎点球箱时 周星驰很认可 愿穷丹的高小天赋 于是派他与陈百祥在采访的戏份时 周星驰没有让人给他设计造型 让愿穷丹随意发挥 愿穷丹也相当放得开 他那丑到出奇的妆容 与夸张的耶克服装 连周星驰看了都直呼他抢戏 周星驰跟我说 你去弄这个造型出来吧 结果弄完之后 他就问我 你要不要那么抢戏 不过这也恰恰能体现出 周氏屋里头的精髓 还有在拍《美人鱼》时 由于凌云是惊人 拍的时候总是出错 而周星驰压力又很大 一急躁就容易骂人 因此凌云在片场很怕周星驰 就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严肃脸 反正就是那第一个月 我觉得就很可怕 一开始他也是很认真 把剧本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可到正式开拍的时候 周星驰总是说 他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林云无辜地表示 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谁知下一秒 周星驰直接把剧本撕了 让林云自己根据剧情 即兴发挥 一会儿我就想 那演员就先背好台词 背好就先背好台词 但是性也从来不完 不完剧本走 然后他说 你就按我这么说 我说 可是我刚才看剧本 上面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就 就死了 你让我这么说了 周星驰就是这么 不按常理出牌 他认为一个演员 如果被困在剧本里 演戏的时候 只顾着想台词怎么说 那么拍的时候 自然不会十分投入角色 很多人说 周星驰是片场暴君 因为一场戏 一个表情 让演员濒临崩溃 但撇开周星驰的严格 可以看到 星驰电影中的每个角色 尽管是仅有十几秒的镜头 都是鲜活独特 让人过目难忘的存在 等一下开到 我来的死人都不要动啊 你说就买到的钱 给了我 你不要露点啊 以你的智慧 哪人点到你 那倒是 好了 以上只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